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挖战 今天我们继续回来玩恐怖之眼 不过这次我们收集的就不是前代咯 而是灵魂碎片 好吧,其实这一款恐怖之眼是黑暗骑骗的同仁游戏咯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游戏 哦,它有原版的三个关卡 还有原版的三星级评价 从上到下肯定就是城堡,医院,还有学校咯 如果流程不变的话,我想地图规模肯定也不会改变 所以本期影片我们就直接来三关一次通关吧 首先我们还是先从第一关开始吧,Let's go 哦,它没有难度选项哦,直接开始了 等我看一下哦,我记得 这里是有一个设置的,让我看一下 哦,难度在这里,其他的就没什么了,难度 哦,新手,简单,普通,困难,噩梦 来看看噩梦啊 既然咱们初玩,而且也玩过原版的 让我们就直接来上手最高难度,Let's go 这最高难度应该会像原版那么快吧 而且,哦呦,是无限体力的,可以一直跑 而且有一把手电筒 哦,手电筒闪了 啊,那就证明,怪物来咯 这还是简简单单的嘛 现在出去看看 哦,哇,这门超是反向开的 来收集一个眼睛 哦,它这图没扣干净哦 这移动是不是有点快啊 来得好像有点快哦 看看它的速度 如果快线进不变,还是Q 这他妈绝对不是噩梦难度 这他妈是神六难度 怎么这么快啊 好谨慎一些哦 肯定跟原版一样 碰了就死 哇,这没这个 我都不敢出去啊 这太快了 开门看一下 好像他现在应该下去了 软 我都不敢想象 这还是拉苏公主啊 这要是每个关卡 都是原版相对应的怪物 我这学校关 这狗得跑多快呀 那不成猎豹的 来,再试试啊 让我们谨慎一些 他这个眼的刷点都是固定的啊 快进屋快进屋 眼睛刷点是固定的哦 只要这个手电筒开始闪 我就要赶紧进屋才行 这边没有眼睛 稍等一下哦 我们要谨慎一些 还是按照原版路线 先一层再二层 最后下到地压室 如果他是有那个 跟原版一样的传送门的话 在第三层 还好速度是比较快的啊 来 在这边收集一下 哇,他把电视搬走了 看来这个城堡 原版主人公来过啊 他把家具都偷走了 一点东西了 看看啊 他现在是下到地下室去了 哇,他这转头转得好僵硬啊 不着急不着急 再等一轮 刚才看了 他的视角错过了一点时间 灯鼠律头再一闪 然后再一看 这风声有点大 不太好盼得 他的具体位置 而且这个门 也不是透明的 第二次 哦,他刚好上来 差点被他抓住 他往右去了 现在下的 上楼了 现在下楼了吧 好,这里有个眼睛 记得拿上哦 快上楼 快上楼 好好好 这不用 不管钱带哦 等一下,这怎么漏了 哎,这装修不完善啊 我靠 原主人公怎么回事 这临走 你拿走家鱼又算 你还能把那家墙给拆了 这倒也算一个好处啊 我可以看到他了 他看不到我 嘿嘿嘿 这打印记 好,他把打印记也搬走了 哇,这什么搬什么 密码 啊 我要说你几个密码 还像原本一样拿四个吗 我靠,我得看一下 好,这个秘密房间是打不开的 哎,原本是个秘密房间 在这里放一个秘密文件不好吗 好,死人公主走了 哇,这些细节都很不错 很完善 又一个密码 算了,还是冲来一次吧 我这有密码要拿 看来还是要翻箱倒柜一下的哦 在第一关 我现在在楼下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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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这个屋子来,翻箱倒柜一下 哎呀,在这块团人里这眼睛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因为怪物跑的实在是太快了 哦,他上楼了 哇,这脚步上还出bug 他一直在跑来跑去的 哦,干 很吵啊,这样 哎,点到什么了 快快快,趁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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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去楼上收集 哦,有个眼睛我没拿到 刚刚在这里看一下,我看你从哪飞过来 而且右边墙边还有个眼睛我得拿 鼓起勇气,一鼓作气,冲,去拿,然后进屋 有没有密码 一张密码 哎,你在这里拆点墙呗 拆几个墙 哦,快进屋,快进屋,差点发现掉 这里还有一个密码,还差一张 就差一张,这一张会在哪呢 又过来了 哦,找齐了,来,翻箱倒柜一下 然后赶紧进屋 现在他又上来了啊 没事,不着急,不着急 我们会通的,会赢的哦 一定会赢的哦 这里一鼓,我们一鼓作气直接冲到那个房间里面 哦,到这里会打雷,就这雷声有点大 好,进这个房间收集一下 哦,标记在高层了,这个水晶 好的,确认一下他现在上楼了 哦,是往这边的方向来 不着急,不着急 等他一经过,我们再出去拿左侧的这一边的 我看你什么时候走,好,安全 Clear 哎,走出来坐门咯 看看他能直接给我穿到哪 手机器,好,现在就穿地下式的水晶了 虽然在原版,前代物可能会漏那么一两个 但是这有标明的,有地图的 还有数量的,我这回必不可能漏哦 走 走 哇,这里啊 我这里很危险哦 我也得看到什么时候上楼才行 好,上楼了,快下楼 快快快快,就是现在,赶紧跑赶紧跑 先去安全区哦 哦,这里还有个分叉的 先去安全区 好,这里等待一下线 这里就千万不能随意出去了 会被他带入的 好,这上27颗,稳住 然后再观察观察 上面卡住了,干 这个游戏,这个同仁不能提前取消这个观察事业 哦,快让我进屋,快让我进屋 哦,还好没抓住啊 但是你个乱可不可以消失一下 哦,消失了 这不消失搞得我很慌啊 这来速的属实太快了 观察 哇,又下楼了,又跑出去了 乱 乱什么啊 我现在在屋子里,你能进来杀了我吗 好,快出去 然后赶紧回到屋子那边 这边不能着急啊 小心使得万年船 啊,保持冷静,保持冷静 现在我们必将通关 你怎么现在跑得这么慢了 哦,他转头了 就跟睡一样消失了 这边我走走赶紧回到离那个出口最近的那个屋子里 好,再跑 好好好,进屋 然后抓准他一个上楼时间的timing啊 哦呦 这里还能通过放弃看到我 你已经很尖哦 再看一下 好,上楼赶紧出去 现在就是我逃离的机会 快,快,快,趁烟弹 好好,上楼了 哇,上楼有个眼睛我落下了 好,以防万一之后我直接从这里开始吃 该拿一个 该拿一个,再还有一个 然后直接转向地牢 等待观察动向 哇,这重合脚步很烦人 好,你终于飘到地下室了 这把我势不可挡 你就总,进来 怕你不成 好,趁现在赶紧出发 我不信现在能巡逻回来 这边一吃,这边再一绕 赶紧 吃点岔路这个 然后绕到这里 等你一上楼我就可以出去直接前往 出口了 干,这出口是位置很刁钻啊 别停了,别停了,我已经要耗尽了 快走啊 好,就是现在 没有乱 现在没有乱 现在没有乱 快跑 哦耶,藏掉了 啊, you escape 城堡关卡 4分钟 111块灵魂碎片 难度 噩梦级 不过说真的 这速度真的有够噩梦级的啊 好,让我们进行下一关吧 如果这关还是拉速公主的话 相对会比较轻松一些 当然,你最好把药水给我还原下 来,我们走 好,这是 哦,有药水 哦,先,先,等一下 我是不是看到 那谁的画了 哦,赶紧进去 我看看啊 如果喝两瓶这个 哦,同一幕线 哦,是亮钱带了 感应 我能看到谁 哦哦 哦,可以看到怪物了 这感应不错啊 诶,看来这感应可以常喝哦 哎呦,吓我一跳 哇,他这传送画是没有僵直的啊 我的妈,太恐怖了吧 哇,哇,你看这速度 我的天 哇,他现在巡逻到那边去了哦 哎呀,我靠回来 传画传走的,传哪去了 先蹲,先蹲一下啊 哇,哇,怎么全黑了 啊,我手刃断路了啊 好了,没有了 我靠,这速度这么快 然后怎么去啊 这拐绞杀 承受不住啊 如果没变的话 先喝这个 投回同一幕线 然后再喝这个 就是隐身 哎,我现在是无敌的 快快快 趁现在 趁现在 趁现在我是MultiKey的状态 赶紧收集 哎呀,一百多颗啊 有点多啊 哎呀,一想通这关 必须要喝隐身才可以 哦 照这个样式改的话 这要是 喝加速的话 怕不是提速 然后跑的比鬼快的多 快收集啊 这里就不用找钱带了 比原来原版快的多 然后等这怪一走 得赶紧再找一瓶 这个组合药喝下去 隐身组合药 我这里都是 别把 哦,有有有 戴尔可以蓄杯了 哎,这关移民过很简单哦 他把这个药水还原出来了 怎么这个拿上了 他来了 再喝 快蓄杯,蓄杯 很好,又蓄上了 移民速通啊 兄弟们 哎呀,医院关还是非常简单的哦 哦,我还看到他了 收集 继续收集 哎,这关速通 胜券在握 哦,我还有许多的小眼睛 只不过这个 他的图标得改一下了 哦,他被把这个黑边给抠掉 而且他把这个眼睛数量也给覆盖掉了 好,这边能一下吃完 然后赶紧进到 下一间房间 下一间房间最好药水很多哦 要不然这个连续就断了 好,这边也不用 然后再祈祷下一个房间 还有20秒钟 还有20秒钟 哎,无限体力就是好 来 一瓶晕 再喝一瓶 红 隐身 这个是不是不拿了 这个不就麻了 我怕拿错了 好,通关 耶,这关还是很容易的 哇塞 这传送是真没那个啊 这传送是真 真没有 硬质哦 吓人 拜拜 这屌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想躲带 好啊 我已逃脱 医院最难难度 2分13秒 啊 然后就是本期影片最难攻击的一关了 该死的这个熊孩子 叫真熊孩子 我 我起不死的很快哦 来看看啊 是不是真熊孩子啊 有没有眼睛呢 我看一下 听叫声 啊 这关是拉苏公主 哎呀 那这就简单很多了 估计是熊孩子那个 吃肉的机制不好还原吧 所以没做熊孩子 就把拉苏公主搬过来了 消失很快 是不是下楼了 不管它 继续探索 哇 偷的一干而净 你还把这换了 刽子都给拆掉了 换成这个了 好 它离开了 She's gone 会不会打零呢 千万不要打零哦 估计打零也不好还原吧 千万不要把这个打零做出来哦 哎呦 哦 这是我自己开的门 拿一下 哇 这上下楼的位置很容易被伏击啊 厕所 你还把隔间拆了 哇哈 面对面 开黑拉屎 好 再回去一趟啊 哦 它好像在楼上 还好 这款收集不容易啊 有 岔楼有点多 好 先回来躲着 先回来躲着 它估计就在这里了 然后拐到那边上楼 好 我猜对了 行踪还是没记错的哦 就是这个出口 它不知道安排在哪 趁现在尾随它上楼 它应该不会返程 哦 返程了 快进屋 哦 还好没有打铃哦 你别蹲在这里咯 赶紧上去哦 哇 这比黑暗鸡片简单多了 只要你不打高难度 哇 这空气枪有点宽啊 这也是 需要好好改一下 不过我感觉 不太可能了 这游戏已经是去年更新的了 估计作者很难会维护它 好 在这里等一下哦 等待拉苏公主降临再离开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搜索了 因为按照它的巡逻路径 上来一遍就不会在短时间点再回来一遍了 那现在搁哪呢 是来还是不来呀 哦来了 看一下啊 来继续往前 走啊 好了走下了 现在是我的回合 这边离房间远的也赶紧拿掉哦 不然待会公主来了 就没地方跑了 这里一个小回旋 然后进屋 等待拉苏的再次降临 哇 这里选空了 很超自然哦 拿到这边的 好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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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下去了 从另一边下去了 好吧 出口呢 哦 现在出口的地下室已经确认了 哇 我这里可以直接下楼哦 哇 你这偷的金光啊 你不光家具偷 哇靠 你也把他的 未来给脱掉了 才千万啊 这是从哪呢 好 上楼了 上楼了 哎 收集这里了 然后这边直走 右转就可以下楼了 往楼下一收 不行 再躲一下 水面把这里拿一下 哎呀 这里没放水晶 一点偷懒哦 并不是每一个房间 他都放了灵魂碎片 就说两个眼睛 要谨慎使用嘛 他现在要上楼吗 干 上个楼呗 等你上楼之后 我就可以放心的下去了 好 今儿的 今儿的 哇 这边快捷下楼 很棒很棒 好 稳住啊 这也不会打零 我就无所畏惧了 好 看看 现在看一下啊 我的小宫 哦 不用看了 他是下来了 这门也没对齐啊 哈哈 他给贴歪了 这个同仁很不严谨哦 哎 当然是低成本的 同仁游戏嘛 而且免费 就不要求那么多了 好 出口果然在这儿啊 好 赶紧把这里一缩刮 眼睛拿一下 以防万一 然后这边的岔路 哦 不要出去 不要出去 他现在就在外面 果然 这是我刚来的地方 他现在就在我门外 你尽管救 啊 尽管救 我已经快通了 胜利近在眼前 然后这里的这两片 再拿一个小眼睛 而且你现在短时间内 也不会下来 然后赶紧跑到出口 快 最难难度 三关 全部攻克 哦耶 我逃跑了 学校五分 应该是05秒吧 5分05 最高难度 哎 幸好他没把这关 放成乖孩子 就要放成乖孩子 我估计死的会更快 那个速度 原版最高难度速 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那就一个快呀 这要是在这款游戏还原 这已经不是乖孩子 这他娘都是猎豹啊 那么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本期 恐怖真眼欺骗的 全部游戏内容了 质量怎么说呢 比较中等偏下水平的吧 如果各位不嫌弃 并且对于黑眼欺骗 感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试哦 不过一定要记住 不要选最高难度 因为最高难度的怪物 快得很 那么我是老狂战 影片最后 别忘记点个订阅 加喜欢支持一些老狂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